说到李嘉诚跟李兆基 很多人可能都认为他们是好朋友 因为他们都是香港的四大富豪 不过有趣的是 这对很多人眼中的好朋友 你几乎在网上找不到他们的一张合影 事实上 李嘉诚跟李兆基确实曾经是好朋友 当时他们在生意场上的合作 还不少 1976年 他们两个人曾经跟郭德胜 郑玉彤一起合作 在香港沙田发展了著名的沙田第一城 当年香港著名的艺人钟保罗 就是在这里跳楼的 钟保罗 张国荣 陈百强 当年被誉为中环三太子 三个人都曾经宏集一时 最终两个人都是死于非命 沙田第一城这个项目 是史上唯一一次 四大富豪一起联手的项目 这个项目足足赚到了400亿 因为项目是在1976年开建 一直到1996年才买完 整个项目是李兆基一个人操盘 李兆基故意按住不卖 等到房地产大涨的时候才开始卖 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80年代的时候 李嘉诚 李兆基还有胡应香 冯景喜 郑玉彤等人还曾经一起联手 在广州发展了中国大酒店 这个项目整体投资20亿 在回收成本之后 他们就把股份捐给了广州 同时李嘉诚 李兆基 郑玉彤还一起合作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投资了200亿 发展了加拿大当时最大的房地产项目 万博豪元 不过在这之后 李嘉诚跟李兆基就没有一起合作过 而且两个人连走到一起的机会也非常少 李嘉诚退役仪式上 李兆基没有出现 李兆基退休的时候 李嘉诚也没有出现 2012年 霍启刚跟郭金金结婚 当时香港的富豪名流都悉数到场了 几大特首也都到场祝贺了 李兆基 吴光正等等 顶级富豪 也都出席活动 李兆基更是以半个主人的身份出席 是一起坐在霍家的主桌上面 奇怪的就是 李嘉诚当时只带了礼物去 然后送完了礼物就先走了 霍云东跟李嘉诚是老朋友 虽然说霍云东已经不在了 但是霍家的影响力还在 李嘉诚这么做 显然是不通人情 李嘉诚是一个聪明人 正常情况下的肯定不会这么做 和祝国跟林建月两大家族联姻的时候 李嘉诚也都带着儿子李泽聚 一起去喝喜酒了 李嘉诚的下属霍建宁女儿出嫁的时候 李嘉诚都带着全家人去喝喜酒了 李嘉诚是一个非常懂得人情世故的富豪 所以霍启刚跟郭金晶结婚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不会如此 万通的老板冯仑曾经谈到一个故事 当年他们一群长江商学院的同学 一起去香港拜访李嘉诚 当时同行的还有郭广昌 马云等如今的商界领袖人物 冯仑说他们一群人到了长江集团的总部之后 一出电梯就看到了李嘉诚在电梯门口等着 然后李嘉诚就亲自给每一个人发名片 中午吃饭的时候 李嘉诚也没有安排主桌 当时他们自己在每一桌都安排了自己的筷子跟位置 然后每一桌他都特意坐了15分钟 照顾了每一个人的感受 让道场的人感觉人人平等 没有369等之分 从冯仑的介绍 我们就可以体会出 李嘉诚的情商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做人做事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显然霍启刚跟郭晶晶结婚 李嘉诚如此不明事理就说不过去了 那么李嘉诚为何要这么做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李肇基 因为当年霍家是把李肇基当成做上宾 如果李嘉诚去了 身份应该没李肇基那么高 因为李肇基跟霍雲东的关系非常好 李嘉诚跟霍雲东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 当年霍雲东去世 李肇基就是在福龄名单中 李嘉诚则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李嘉诚自然不愿意屈居于李肇基之后 于是他就干脆不去了 那么李嘉诚跟李肇基到底有什么过节呢 这还得说到美丽华大酒店这个公司了 美丽华大酒店是香港富豪杨志云的资产 杨志云也是李肇基的老朋友 他们早年曾经一起在香港中环附近开金铺 杨志云后来创办美丽华大酒店 李肇基则是去发展房地产生意 80年代杨志云去世 他们的儿子们四分五裂 无心建营公司 于是当时他们就打算把美丽华酒店卖掉 美丽华大酒店旗下拥有不少物业 这些物业的位置都非常好 于是李嘉诚知道之后 就立刻跟杨志云家族提供了一个报价 李嘉诚自己不是想要收购这些酒店去经营 因为酒店生意其实并不太赚钱 李嘉诚的目的是把美丽华酒店收购 然后拆掉物业去盖房子 以此来赚钱 这是李嘉诚的一贯作风 当年他就曾经拆掉了万金油大王的虎豹别墅 用来发展小区 这个时候杨志云的妻子知道之后十分伤心 他虽然知道公司出售无法避免 但他希望可以保住丈夫创办的招牌 而不是把酒店直接拆掉 于是杨志云和儿子 于是杨志云的儿子又找到了李肇基谈判 其实李肇基也是有意收购 不过李肇基十分聪明 他先不开口 而是等着杨家先开口 杨志云的儿子跟李肇基说 希望李肇基出面收购 价格上可以让步一些 但是希望李肇基可以保住美丽华大酒店的招牌 当时香港人都知道李嘉诚对美丽华大酒店已经是势在必得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杨志云的遗孀却突然出来说 希望四哥可以收购 如果四哥收购的话 就算是折让一半的价格都可以接受 最终李肇基跟杨志云家族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李肇基以市场价格一半的价格收购美丽华大酒店 但是代价就是李肇基必须保住美丽华酒店这块招牌 李嘉诚最终这次收购是煞雨而归 于是两个人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而结下梁子 随后多年两个人很少再同框出现了 接下来说 买下半个英国后李嘉诚又要回来了 他嗅到了什么 过去是卖卖卖 现在是买买买 一直以来商界都流传着李嘉诚的一句话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 根据媒体不完全的统计 李嘉诚已卖掉的内地和香港的资产 至少超过2500亿元 那么他变现的资金主要是扩大了海外的市场 其中最大的手笔就是英国 根据不完全统计 李嘉诚家族控制着英国约四分之一的电力分销市场 近30%的天然气供应市场 近7%的供水市场 超40%的电信市场 近三分之一的英国码头 超50万平米的土地资源 可以说相当一部分英国居民的衣食住行是离不开李嘉诚的 也正因为如此 李嘉诚两次获得了英国女王授予的爵位 那么既然都发了爵位 受了薰 现在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很多媒体说是因为疫情 李嘉诚在英国投资损失惨重 确实他在英国投资的酒吧 酒店是受了不小的损失 但电信 水 电 码头等 这些还是赚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常识合计的具体收入 今年上半年公司收入超过2100亿元 净利润达到327亿元 在欧洲市场的业绩占比达到70%以上 这其中约四分之一的业绩就来自英国 所以李嘉诚在英国的投资 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糟糕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李嘉诚押住英国之后 最近两年确实存在问题不断 一方面是脱欧的黑天鹅 另一方面 英国人在一票工党政客的鼓吹下 将公共事业从外人手里收回的呼声很高 尤其想插手李嘉诚所投资的 水电 铁路 能源 电信等 所以李嘉诚其实是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那么反过来 中国内地市场的稳定于发展 对李嘉诚的吸引力就越来越明显 正所谓哪里有商机 哪里就有商人的影子 从这个角度来讲 李嘉诚再次返回内地 也就不难理解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